4月23日晚,太原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称 23日,该市万百邻区报告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出筛结果阳性者 经省市专家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23日当天,官方通告发布之前 关于该感染者系从上海返回太原后 被确诊等网络传言,已在众多社交平台传播 与该感染者同事居住的一名密接者 24日接受了中兴社记者电话采访 中兴社记者注意到 太原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通告 也证实了李某的说法 通告中有如是表述 2月8日,来并参加专生本培训 3月底开始居家上网课 4月23日,凌晨4点左右 我朋友贺某收到通知,不幸被检测到若阳 早上7点左右,社区群便开始有人谣言 我朋友贺某是从上海归来人士 我与我朋友五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现居住地址 都被流传在网上 自从网络上曝光出我们的信息以后 我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电话骚扰 电话不间断地从中午12点持续到了下午4点 包括微信、QQ和短信 对于陌生来电者的职责 李某都耐心向对方做了解释 希望大家疫情期间别把自己置身之外 那些专心刺骨的话语还请思考过后再说 针对该谣言事件 记者采访了山西北野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启鸿 进行了解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 故意在网络和其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咬乱社会秩序的 就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负行事责任 情绩轻微 构不成犯罪的 按照自然管理处罚法 进行处罚 目前被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 正在接受治疗 与其合租房子的四名学生 均被集中隔离 接受医学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